好啊 谢谢您的支持 那我就等您的电话 好嘞 谢谢 老大 今天中午想测试得怎么 老样子 给我打个包 行 老大 白客人呢 姐夫 你们想干吗呀 我说 全案我告诉你 你可是个人民警察 这是律师事务所 你知道吗 你 我们先说好了 我们打仗不打脸 你们到底想干吗呀 二姐怕你中午饿着 让我们来给你送饭吃 不用 我都叫了外卖了 二姐的心意 我明白了 心意 她亲自给你做的 是吗 姐夫啊 你就准备这么跟二姐耗着了呀 没有 我没打算跟她耗 你别动 我没动 舒服吗 舒服 爽吗 爽 爽就原谅她吧 跟她和好吧 我跟你二姐 那是我俩自己的事 一家人的事这是 一家人的事 二姐都生病了 她现在一个人多可怜呀 谁说她生病了 我怎么不知道 她这不是心里愧疚 觉得对不起你吗 是吗 你跟她和好吧 她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不是诚心骗你的 就是呀 姐夫 你就原谅二姐吧 再说这事呀 都是我的错 你说要不是一开始 我逼着爸娶小姨 这也闹不出这些事来对吧 所以呀 你别怪二姐了 你怪我吧 怪我吧 怪我吧 对 都怪我 怪我 不好意思 你们这 你们看你哪弄的 你俩这是在帮倒忙 你们知道吗 让我公司同事看到 这影响多不好啊 行行行 你俩赶紧回去啊 我跟你们二姐的事情 我们自己商量 干吗呀 不走是吧 行 你们不走 我今天晚上我不回家 来 姐夫 这饭你得吃啊 二姐的心意 她亲手做的 要记得吃啊 是啊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一看就是饭馆卖的 我老婆做的 才没那么好吃 你说我们这一套 也没起什么作用啊 二姐说了 我们的作用呢 就是来测试一下 大贝斯雪条的长度 我还约了人 那个 我去个洗手间啊 一会儿蹭你车啊 你那么麻烦呢 你刚才怎么不去呢 从小那么麻烦呢 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二姐夫很顽强 我等一败涂地 要不我去说说等会儿 你别去啊 你会打乱二姐的布局的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酒吧真的要辞啊 我怕下了死命令 肯定得辞啊 没事 我养你哦 不用了 不用了 其实酒吧工作呢 也不是长久之计 死了也是好事 我还有自己的想法呢 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说了我听听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开一家自己的餐馆 当什么事呢 你看着哪个了 我给你买 你讨厌 让别人完成的 那叫幻想 自己完成的才叫理想 我是别人吗 你要真想帮我 就帮我一起 选几个备选的店铺吧 行啊 全谁 你妹 你妹 快坐 不能让她知道啊 我跟你说 那个 酒吧的事 就是她告诉爸爸的 签我的事 走走走走 全水 拜拜 你为父母人啊 什么人哪 不需要 这是一个多种类的 人啊 真是客人啊 我要准备摆誰 我准备的 好 咱们才看到你 你这么多之心 你脆备摆了 我都剥备了 你不懂吗 那你不肯定 来 喝点可乐 别噎着 小小姐 我今天只有一颗成语 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事你说 就是 你说的那个 那个 游戏副本啊 我已经在进行了 我那是胡说八道的 你也信 说什么 我心听着有意义呀 组织现在正在顺利的进行当中 最迟我今天我就可以 放大招 那个接下来就是看你闪亮灯场 我还不 你跟我爸爸三宝王 他不原来你跟我有什么回事 不是 这虽然是我跟你爸爸之前的事情 但也是咱们家的事情是吧 我跟你爸爸如果不好了 那我们俩的婚姻 那你不就走到尽头了吗 你是离婚 这是最差的结果